其實外食真的建議帶一雙自備的環保塊 為什麼這個免洗塊第一個是不環保 第二個其實我們最怕什麼慢性累積性的毒性 像我個人就會挑這個上面沒有硬色的 因為如果這個上面有一些顏色要擔心 這個色料可能會污染到這個塊尖 那有些色料可能是重金屬 反正像這個它的塊尖 距離帶口大概有3公分左右 那這個是相對安全 這裡有顏色 所以我們推的時候就從這裡推出來 那打開筷子之後大概要做幾件事情 先看一下塊尖有沒有紅色染料 第二個看一下這個筷子的這個顏色有沒有發霉 像這個筷子前面已經有一些凹凸不平了 其實這樣就很容易藏污納垢 那我就建議這個就不要再使用這一雙 現在還沒開始用時間來聞一聞 看一看這個過氧化氫殘留 或二氧化油殘留 或者臉本殘留 像這些化氫物質殘留的話 也許聞起來就有一些酸酸的味道 然後吃了後會腸味道不適 在家裡可以的話 最好也可以泡泡水 泡泡熱水 也許就可以把這些化氫物質把它排除掉 probably跟著其他oine Cartoon 也許你會忘記在一起 那裡裡可以說 再次的蜜蜜蜜蜜 也是這裡的蜜蜜蜜蜜 這個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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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感谢观看